在現行這個荷包萬物清漲薪水不漲的年代 很多的一線國際大牌 它會在電視裡面加了很多 基本上消費者可能不一定需要的規格跟功能 所以相比之下呢 這個Inclo它的公司的策略就變成 比較像是幫消費者規劃 就是你用得到看得到 或者是使用得到的規格 它幫你放進去 用不到了就直接幫你拉掉 這樣一來一往呢 就可以把它的CP值控制的更漂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順風六 今天帶大家破解一下 4K電視的選購迷思 因為相信大家在想要換電視的時候呢 其實往往都會被市面上 很多的規格呢 搞得眼花繚亂 就是想要找一台 符合預算 然後CP值又高的電視 反而發現覺得 好像變得越來越困難了 因為往往已經 挑好預算呢 選好自己要的規格 但是還是容易被 話術或者是廣告影響 加價去買一些 其實根本用不到的規格 像我自己就吃過這樣的規 所以今天就是帶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你在選購 4K電視 或者你有即將換電視的需求 你可以 優先排除以下幾個點 有安卓架構就是安卓TV嗎 好當然不是 千萬不要以為現在每一台呢 都是安卓TV 一定要認明呢 它有安卓TV的這個字樣 因為現在大多數的電視呢 基本上都是安卓架構居多 但是呢 如果它是非正版的安卓TV的話 其實有時候 你在安裝一些APP跟應用的時候 就會有相容性的問題 甚至可能會導致衝突而無法正常使用 雙杜比功能真的重要嗎 好這部分呢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先評估一下 你電視的預算在什麼位置 或者你願不願意 加價去購買杜比技術 又或者是 會不會搭配 2到4萬不能的Samba 因為如果沒有高預算 或者是高階Samba的價值 其實杜比技術往往到最後呢 只是變成 你看得到卻用不到的規格 HDMI 2.1 4K 120Hz 或8K 你真的需要嗎 好那這個規格呢 主要是給商業影片展示 或者你有4K 120Hz 或者是8K以上的 影像輸出需求的朋友使用 那以現在目前呢 HDMI 2.1 現行的規格 4K 60Hz來說 其實我覺得已經可以滿足 大多數的消費者 所以 大部分的遊戲啊 大部分的影片呢 基本上 4K 60Hz 應該是 非常夠了 所以我覺得 不用再花大錢呢 加價去買到一定要到 4K 120Hz 或者是8K 以上的HDMI 2.1 我覺得是 比較不需要 可以寫下來的預算 很多電視都有 MVMC的動態補償 那真的會讓電視畫面更好嗎 好那事實上呢 MVMC運用到的是 影片插聲技術 他是在影片的前後各插入一格 來提高他的更新率 所以他是比較適合用在 超高速的影片的 部分 像類似賽車競速 這樣來提高他的更新率的畫面 但是日常呢 我們一般的看劇啊 或者是看電影啊 玩遊戲 其實你很難從肉眼 看出他們的差異性 所以我個人覺得MVMC也不一定是呢 選購4K電視呢 主要考量的功能之一 我有在玩遊戲 那VR可變更新率是必要的嗎 好那這規格呢 主要是要解決螢幕 跟不上遊戲處理速度 而導致撕裂的畫面出現 那比較普遍呢 就是運用在PS5上面 因為他是可以根據裝置呢 自動調整他的更新率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他是需要 仰賴更高階的規格 同時也要用到 HDMI 2.1的技術 所以再來是要看你自己 就是你玩的遊戲 有沒有支援到VR 或者是你有沒有真的這麼講究這個 PS5的極致遊戲體驗 不然我覺得VR 也是不一定要考慮的功能之一 好以上幾點呢 這六覺得呢 可以優先排除的 因為我相信大家應該也是希望把錢 花在刀口上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一個新的日系品牌 他叫做Incro 那如果你在 未來呢 要選購4K電視 不想要多走冤望路 多花錢 買一些用不到的規格的話 可以關注一下 他們家的電視 好怎麼說呢 因為以4K自衛型電視來說 他應該可以算是目前非常划算的一家 因為你只要對比不同尺寸的銷售均價來看呢 會發現他的售價呢 都比國際品牌來的更有優勢 而且他的電視呢 都是有經過專業人士的畫質調教 不管是 色域範圍 白平衡 色彩物差值 飽和度等等 他都有完整的一套測試流程 確保消費者收到的電視呢 都是具備最高的水準 除此之外呢 還有非常完美的10項安全檢測 不過這讓Leo覺得 可以放心跟大家分享 跟推薦的原因在於呢 他們有提供業界唯一的 三年換機保固 因為電視基本上可以說是 大部分人家中呢 最常開的娛樂電器 那如果一經損壞需要維修呢 往往都是要經過長時間的 等待原廠檢修啊 但是在INCRO這個部分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只要 報修之後呢 他會直接提供 同年份的整心機 如此一來就不會中斷你的電視娛樂體驗 這種換機保固我相信 絕對是目前對消費者來說 最理想的方式之一 同時呢他也會隨機附贈HDMI的高速傳輸線 可以避免消費者買錯傳輸線呢 而讓產品 沒有辦法發揮到他最佳的一個神線效果 好那今天就帶大家了解一下 今天來到Leo家的兩台INCRO的4K電視 好今天大家會看到兩台一樣的電視 那事實上一台是QLED的面板 一台是LED的面板 那兩者呢就有在於面板等級不同 基本上他們的規格是差不多的 好那這兩台的特色呢 就在於他們的技術規格 是比較符合大多數的消費者 像是有正版安卓TV的架構 你就可以輕鬆的在電視商內呢 安裝自己喜歡的應用來播放 比較起NES架構的電視呢 有更自由更方便的操作體驗 另外兩台電視都有搭載HD10PLUS的一個色彩技術 比較起傳統的HDR10呢 它是提高了更多的動態範圍 能夠強化影像的亮度對比啊 以及色彩的飽和度 再來就是QLED的面板呢 它還有用到量子點的技術 以及專家對於畫質更嚴苛的調教 所以它的色彩其實老實說用肉眼觀看呢 是非常非常飽和鮮豔的 換句話說呢 如果你是屬於對 顏色有很高的追求的話 那選擇QLED的面板呢 絕對會是最理想的 那不管是LED或者是QLED面板呢 兩台都是擁有300尼特的高亮度 比較起市面上大多數落在200尼特的電視上呢 已經算是擁有更明亮的畫質表現優勢 而且兩台呢都是幾載邊框的設計 這種小於3mini的邊框呢 可以擁有97%的超高螢幕佔比 所以日常觀看電視 也可以明顯感受到視覺的延伸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電視的內部 在核心的配置的話是用 2G加8G的處理器 並且它具有環境優化模式 可以自動調整音訊 讓原色更鮮明 細節更凸顯 加上它有內建杜比的立體揚聲器 所以可以讓電視即便在沒有Samba的加持呢 也可以擁有還不錯的劇院音效表現 另外原廠還有貼心的加入ALM自動低延遲模式 可以讓電視呢偵測到遊戲機時可以自動切換成遊戲模式 以及提供高成本的VR 可變更新率功能 讓遊戲畫面勢力的問題可以大幅的降低 最後呢結合DNR MPEG的數位減照功能 可以讓AI呢 智慧的幫你進化掉畫面的雜訊啊 包含深度優化 以及讓畫面更加的清晰通透 然後色彩也能夠同步的變得更加鮮豔 好了解完上述技術呢 應該可以感受到INCRO這個品牌呢 其實它在電視的規格呢 給的是很實際 而且價格又 控制的非常的實在 像 這兩台價格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們品牌正在開幕特價 其實我必須說這個價格是真的 非常非常的有水準的 而且我很喜歡他們的經營理念 就是他們訴求呢 提供好用的產品 優惠的價格 安心的品質 以及 暖心的服務 所以他們就是算 以這個世代來講 因為我們往往都會被一線品牌的廣告 跟這個文圈洗腦 但是其實往往忽略到這種品牌 他們其實非常的用心 就是他們 更替消費者把關 不管是在 換季的部分跟規格的部分的話 都是給的比較實際 比較符合我們消費者要的 而且重點是價格又 控制的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 真的是蠻值得大家去珍惜這個品牌 而且它也是日系的部分 非常的不錯 好那接下來我們帶大家看一下這個 電視後面接孔的配置 好那電視後面接孔的配置呢 有三組HDMI J45有線網路 光纖 耳機 AV孔 以及兩組USB 可以讓你自由連接自己常用的設備啊 不管是遊戲機啊 MOD都可以 快速的透過訊號源來進行切換 那電視的使用也非常簡單啊 除了主流安卓TV 大家很熟悉的 卡片介面操作方式外呢 也可以使用它的 智慧語音遙控器呢 透過聲控的方式 來查詢資訊 或者尋找自己喜歡的影片 包含常用手機看YouTube的朋友呢 更可以善用內建的 Conecast來進行投屏操作 不管是安卓或iOS手機呢 都可以達到 藉此輕鬆的把手機畫面 投放到大電視 畢竟用 好最後呢就是遙控器的部分也非常符合 消費者一般喜歡的概念 就是有語音鍵 數字鍵 包含它有一鍵開啟Netflix 或一鍵開啟YouTube 都是可以 直接快速的去點擊 就可以直接切換 這對消費者來說非常的方便 因為回到家開電視 就不一定要去做一些MOD的操作嘛 有的人就喜歡看 Netflix或YouTube 那到目前為止你可能會感覺 那它不就跟之前你有分享過的大部分的 安卓電視差不多 那它到底有什麼優勢 其實它的優勢就是在於說 像很多的一線國際大牌 它會在電視裡面加了很多 基本上消費者 需要的規格跟功能 然後墊高它的價格 再用畫素 廣告文件 去吸引你去買 但是你有時候可能就是會因為它的這些 畫素影響 而買了比較貴的 電視 但實際上又用不到這些規格 所以相比之下呢 在英格爾它的 公司的策略就變成就是 比較像是幫消費者規劃 就是你用得到看得到 或者是使用得到的規格 它幫你放進去 用不到了就直接幫你拉掉 好這樣一來一往 就可以把它的CP值控制得更漂亮 所以其實這兩台價格你去對比 你會發現 QAD的價格怎麼可以到 它有這麼便宜 就是因為它把這個部分呢 都做了一個 非常好的取捨 所以相比之下呢 我覺得 你如果沒有 這麼在意品牌 的話 或者是說你也喜歡日系的 或者說你也喜歡規格多一點 大過於品牌 迷思的話 那我覺得英格爾他們家的東西 就比較符合你的需求 因為他們的 電視換算下來 不管是規格 尺寸跟他們的面板等級 比較起來的價格 我覺得都是比較漂亮的 好最後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它裡面用的是 ANGEL TV 11的版本 然後呢 除了有ANGEL TV的認證授權之餘呢 裝進去的Netflix 迪士尼 一樣都會有4K HDR的解析 就是說它都是有經過 授權的 這就對比 市面上有一些白牌電視 它可能是有刷過ANGEL TV ANGEL架構 但是它根本沒有授權 所以變成你還是要去裝一些 認證的盒子 但是在它的品牌 這電視就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它是 日系的品牌 這家台灣公司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棒 因為它的價格 真的像 QAD可以控制的這麼漂亮 其實是真的很難比到 比它更便宜的 好再來就是它還有這個 換機的保固嘛 就直接幫你換整形 你也不用再等待 那雖然這個品牌在台灣 可能比較新一點 但是憑心而論 就是如果你 即便短時間 沒有更換電視的需求 我覺得都可以 值得去注意這個品牌 因為你會發現它所提供的一些 電視的規格 數據 包含它所提供的服務 跟保障來講 我覺得都對消費者來講都是 非常非常加分的啦 沒有什麼話數 沒有什麼廣告 也沒有什麼 有的沒有的 去吸引你買單 反而都是用很真誠 很實際面的東西呢 來提供給消費者 所以我覺得是 還蠻不錯的 那除了這個現在畫面上看到的55吋 它也有 其他的這個尺寸 然後也有60幾吋的 然後面板也有兩種的規格 可以去做一些選擇 那它之後還會有 其他的東西呢 這個部分大家都可以從它的官網裡面去 稍微了解一下 另外會把它的 相關資料呢 整合在這個YouTube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就 還蠻值得跟大家分享 也希望大家未來的選購 4K電視的話 可以稍微解除一些 不必要的迷思 不一定要選擇 特定的規格 在 現行 這個荷包 萬物起漲 薪水不漲的年代呢我覺得 規格實際面的部分 掌握到我們需要的就好了 其他的就不需要再 花大錢去買 好那今天非常多高位登陸啦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介紹 那我們就 下一個影片再見 掰掰